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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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非常地清甜 甜度刚刚好 不会太腻 我们在南宁 找到那种特别的甜品 我们在南宁 当我们在南宁 然后我们想去找一个甜品店 那只会有这种中国甜品 里面很普遍 冷静 食物很大 到外面很普遍 更快 有点喜欢芒果丽莎 芒果丽莎是跟原汁甘露差不多 但是有些沙冰在那里 丽莎这个做法是你自己研发的吗 我好像没有听过之前 老板是你的吧 老板自己研发的 噢 噔 噔 噔我们点了四碗 那有两碗是他们店员刚刚跟我推荐的 那么这两碗是因为我们在网上查了 很多人说他们家的蜜瓜特别好吃 所以我们今天也点了两种不同的蜜瓜来试一下 相比另外两家 2004年开业的葱嫂甜品 或许没有那么长的历史 但它凭借新潮有创意的产品 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港星也是这里的座上宾 其实每天都排队的 差不多有上升了四成多 所以吃喝多数都是在内地来的多 还有都有些新加坡、韩国 这里的那些品品我们很多都是自创的 就比如那个Mono Sasa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不管是百年老字号还是米其林推荐 香港的这些餐饮店 凭借着各自的特色和社交媒体的传播 成为了许多游客心中的网红打卡地 我们相信香港这样的特色店铺会越来越多 也会给游客带来越来越好的体验